Hello,大家好,我今天呢,要来介绍我自己,Introduce myself。 我的名字叫做简称丹,也可以叫我简单或是easy,因为在这个复杂的社会里有非常多麻烦的事情,而这些事情如果可以变得简单一点,那不是挺美好的吗? 我来自一个很炎热的都市,高雄,那边的太阳非常的大,那也造就了我,是一个很阳光的人,很热情,很喜欢跟别人沟通,很喜欢跟别人一起玩。 同时,我也很喜欢运动,特别是游泳,我觉得在水里的感觉非常的舒服,然后如果流汗的话也不会让自己全身黏滴滴的。 另外,我也很喜欢音乐,平常我闲暇时光呢,我说唱唱歌,弹弹琴,沉醉在音乐里面,聆听音乐时,总是很放松自己。 另外最重要的,我也非常的喜欢看电,一个礼拜至少要进戏院一次,平常有空呢,也会翻一些经典的老片回来看。 重温这些经典呢,不只可以了解当时的人的想法,然后也可以多多的去看看别人想传达给你们些什么,然后如何去传达。 在我的大学生活中呢,我目前就读的是世新大学的资讯传播学系。 资传系,有一个非常大的重点,就是要设计网站。 一个好的网站包含了非常多的面向,不管是它的导览,不管是它的封面,不管是它进去给使用者操作的感觉,都非常的重要。 而设计网站有两个非常大的程式,第一个就是HTML55跟CSS3,这是我目前最常使用的软体。 另外,Dreamweaver也常常用到。设计网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,因为在网路中,大家现在第一个看到的一定是网站。 那怎么样让这个网站升值在每个人的心中,需要不断地去尝试去设计。 另外的资传系,有另外一个很大的重点,就是现今BigData的使用,在这个数据爆炸的年代,你怎么样整理起这些数据,然后变成一个统计资料,是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去学习的。 那在抽取这些资料过程中,我们当然也非常需要运用到资料库的概念,然后怎么样去设计这些资料,或者是把它们拼组在一起。 使用Database,都非常的需要花时间。 那你必须串联种种的过程,你才能把网路世界中所有的东西串联在一起。 网路世界中不是只有Facebook,也不是只有YouTube,你需要用非常多的方式去连接它们。 这样我们在传递资讯,传递一些资料的时候,才能变得更顺畅,才能有效地将你想要表达的, 表达给其他的人。 另外呢,我本身也非常喜欢画画,还要去设计一些东西。 所以我在大二的那一年,我就去服系,服上了图层系。 图层系有很多的核心概念,除了刚刚讲的设计之外,摄影也是它的一大重点。 所以我也开始学习如何去摄影,去拍拍东西。 慢慢的发现其实是一项非常难的技术,但是我目前还在学习当中。 在图层系里面,很重要运用到的绘图软件,就是Photoshop,Ellustrator,还有Indiesign。 这些东西呢,我慢慢地培养我在绘图上面的技巧,以及电脑绘图上面的一些知识。 另外,我觉得口语传播也非常的重要,所以我今年呢,就服了,就是学了学程,口传的学程。 然后希望能够在这个学程中,变得更会说话,变得更能够把自己的想法,通过口语的方式传达给大家。 所以我目前还会不断地努力,还有不断地去尝试新的东西,让自己更增进,然后在传播这个领域上面,有更好的发展。 另外呢,在除了学校课业上面之外,我还有很多的社团。 特别,目前最常待在的社团是世新合唱团。待了两年,我也变成了他们的领导幹部,活动副团长。 这个活动副的工作呢,不轻松,需要写很多计划书,办很多活动。 那这些活动非常多种,有表演性质的,有比赛性质的。 然后在当活动副团长的过程中,学习了非常多语言沟通的技巧,然后还有专写企划书的能力。 另外呢,我也是一个阿卡佩拉的歌者。 阿卡佩拉是什么呢? 它是纯人声鼓板奏,全部都是靠人来发出这些声音,而不使用其他的乐器。 那目前也在学校参加了斑马线这个团体。 斑马线呢,在学校常常帮很多的活动唱歌,像是六十校庆,或是各种大兴的表演。 今年呢,也在全国的阿卡佩拉大赛拿到了金牌奖。 如果你想要得到更多斑马线的讯息,你可以上我们的YouTube,或者是世金和尚谈。 如果你想听听我们的音乐,在YouTube上面只要搜寻世金和尚谈,或者是POPFONE Singers斑马线, 都可以找到你的资讯。 以上呢,就是我的大学生活。 这就是我。 不知道听完了这些,你有没有更了解我呢? 那谢谢你的聆听。 希望你能够知道我目前的能力,还有我的想法。 Thank you for your listening.